网球名將喬科維奇因巨大疫苗被禁止入境美國 今年陽光雙賽再度缺席 先行美國疾管中心規定外籍旅客入境都仍得出示完整疫苗接種證明 就算是喬科維奇也沒有特權 儘管有佛州州長和共和黨議員們力挺 主辦方也極力爭取 但喬帥豁免申請仍告失敗 喬帥受訪表示雖然再度錯過比賽 但自己並不後悔 說著說著再度提起 從小在塞爾維亞戰亂中長大 對於這些不如意看得很開 表示職亞階段最重要的還是奪下大滿冠 而外界推估美國當局正陸續放寬防疫 喬科維奇仍有機會在今年踏上紐約參戰美網公開賽 而另一邊因受傷同樣錯過印第安全賽事的 西班牙名將納達爾與喬科維奇並列22座大滿冠 但因失去積分 近期世界排名竟從第九名下滑到第十三名 為十八年來首度跌出前十排行 讓球迷們只喊加油 兩人盡快重返賽場 閃地新聞 林一涵報導